侦探顾问福尔摩斯先生正坐在火车上看着报纸 他为人沉静 生活习惯很有规律 每晚很少在十点以后还不睡觉 早晨 他总是在我起床之前就吃完早餐等着委托上门 这个全伦敦城独一无二的观察家 有着一种利用直觉分析事物的能力 大多数的时候 只要委托人能够提供出具体事实的经过 即便足不出户 他也能凭着自己对犯罪史的研究 给予他们名为真相的答案 当然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事件 这个时候他也会出门奔波 亲自侦查 既然此刻这位声名赫赫的侦探先生 出现在了伦敦以外的地方 那么等待在这辆列车前方的 又会是何种离奇古怪的事件呢 此次事件也会由我 Dr.华生来为您 是时候停止一下你那无聊的自吹自雷了 医生 工作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亲爱的华 工作的事怎么能叫自吹自雷呢 我觉得很有必要纠正你的观点 即便你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但在我看来事实就是如此 福尔摩斯和华生 既然是既传性质的小说 你又为何一定要使用如此奇怪的化名 会奇怪吗 明明对这两个名字我还很有自信 你看 把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第一个字拼在一起 就是你的名字 我认为这是我们友情的证明 你的答案总能出乎我的意料 医生 既然你如此看重我们的友情 那么能否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小说中的这位福尔摩斯先生 看起来活像是我的性格举止 和你的思维逻辑 住在同一具身体里的缝合产品 这个 不过是技术性调整而已 上帝只给你造了一个人形 只不过是体面其表 流氓其致 我天生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 而这样的角色 一般都不大会受女性读者欢迎 看来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国籍 我并不认为为今我的同意 就将以我为原型的角色 安胜英国国籍 是你尊重我的体现 不不不 我当然尊重你和你背后神秘的东方我的朋友 但也请务必理解一下我的苦衷 要知道在我们这里 东方人是默认不能出现在推理小说中的 这条规则并没有任何歧视与偏见的意思 只不过在西方人的认知里 你们东方人身上多少带点魔幻属性 在我看来 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偏见了 但不可否认 至少你就能做到徒手打穿墙壁 好吧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叫柯南道尔 如你所见 是一名小说家 但是除去这层身份 平日里我还在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位于贝克街221号的私人诊所 一如既往的冷清 这份姑且可以算作是我本职的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也只能堪堪维持我的生计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 我的合租人间搭档 在苏格兰场的官方侦探间似乎小有名气 而借着这层关系 我总能有报仇不菲的额外收入 供我消费自己的兴趣 两人一组的侦探顾问 专为苏格兰场的官方侦探们提供案件的咨询服务 我负责动脑 而华负责动手 破案之后 功劳归提出咨询委托的探长所有 成功破案后的报酬一般都很丰厚 迄今为止 我们已经协助破获了大大小小各种案件 来自官方侦探与私人客户的委托也渐渐多了起来 相比之下 我的诊所生意却显得愈发惨淡 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一次我向搭档抛出了这个问题 他是个克制且寡言的怪家伙 但只要开口 却往往能够一语中定 你会选择一家三天两头就有警探上门的诊所就医吗 他这么回答我 呃 似乎说得很有道理 没有委托的时候 我会定期记录下一桩桩案件中自己的所见所闻 房东哈德森太太发现了这些小说的手稿 并擅自寄给了与他相熟的杂志社 没想到 这些改编自真实经历的小说一经刊登就大数好评 于是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小说家的身份 喂 已经可以看到了 要面前放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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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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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